有一群人把股市当提款机 他们可能提前有消息 他们可能有研究团队 他们可能根本就是老板本人 如果我们这些孤苦无依的小散户 可以偷偷跟着他们买 就算没有肉吃也可以分点汤来喝吧 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破解神秘券商的操盘秘辛 那么我们的频道是王志宇plus 拜托帮忙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志玉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聊聊筹码的秘密 所以我们现场请到是我们的筹码专家 谢宗玲 宗玲好 宗玲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来 宗玲我们今天要破解的是 神秘券商的操盘术 对不对 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 其实在市场上谈筹码 有好几个大人可以跟嘛 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来破解的 叫神秘券商的秘密 为什么叫做神秘券商呢 因为你跟着这些神秘券商 应该可以吃香喝辣哦 没肉吃可以分一点汤来喝 好 我们来看看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们在谈筹码 我们一个一个帮大家分析嘛 那筹码分很多种嘛 对不对 大人很多种嘛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公司派 这个我们已经之前跟你讲过了 那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跟到的话 你可以上我们的频道去往前翻 可以来看看有所谓的公司派 另外还有所谓的市场派跟法人派 法人派我们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市场派 主力跟中石户 他们怎么买 我们有没有办法跟 钟灵我们来看 其实很多所谓的这种主力啊 中石户啊 简单来讲 他们应该算是比较有钱的散户吧 不能说有钱的散户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钱够大的话 其实你会很在意输赢的你知道吗 小产户其实会在意输赢 大主力有钱人他更在意输赢 所以基本上他一定要怎么样 要把那个赔钱的机会降到最低 不会不赔钱 因为股票市场其实套牢什么 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获胜的机率 赚钱的机率把它拉到最大 所以其实就这些大股东来讲 或者说这些大户来讲 他们都怎么样 其实他们也都会有养一些研究员 去研究哪些公司 目前是本一笔低估的 或者说什么 或者说筹码目前是异常的 甚至于他们本身就在做什么 城市交易 就他们会有城市在跑 盘中会有城市在跑 哪支股票出现什么 比如说什么盘中大量 什么五档连续买张多少量的话 他们就引起他们注意 那个城市就会跑出来 他们有很多指标可以 对有很多指标 可以协助他做判断 对对对 就是其实在看盘的时候 他们都有看盘市 看盘市的话就是 比如说他们那个选股软体 就在旁边跑 什么股票 现在什么净量 或者什么连续几盘 是外盘量 他们就在看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像这种主力啊 中石户大户 他们其实有一点像 小法人的一个概念了 对对没错 他们资讯都比一般的散户 要来得多很多 甚至应该这么讲 其实你说他们是单打独斗吗 其实不是 现在赖群这么发达 对赖群这么发达 你说这个他们的赖的朋友里面 那个群组里面 没有一些法人 没有一些研究员 大师我都不相信 这么可能 所以呢其实这个主力 主力大户啊 这些中石户 他们可能也跟法人 一起做股票之类的 因为法人股票选出啊 说真的 你股票如果没涨 他们也会觉得 我就怎么差的 我说的 我都没去 所以呢所以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一点市场的力量 就是渔邦 水邦 渔邦水的这个道理啊 所以就是我有基本面 基本面的理由是什么 基本理由就是 起码买了 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套到 我以后可以零股息嘛 不会说买了 我掉下去 变病死 所以就是这样 也就是 现在都是一个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的话 我有钱 你有消息 你有基本面 你在跑公司 我们就一起来结合 所以现在其实都什么 都是一个团 都打一个团队战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他们就会比我们 有更多的讯息 所以我们来看 举点 举一点例子 像这个是报纸的一个报道 他就特别提到说 主力帮 这个主力胡伟邦 胡伟邦应该是这个 丁港有名 现在丁港有出名 非常知名的胡伟邦 然后呢 胡伟邦最近的押宝 我们来看 这个是2019年 11月28号还不久 合润 哇 这个飙上去 我们来看看 这个合润 其实还在新贵 现在还在抽签 那合润呢 我们来看 他其实他在新贵 所以他一般的量 并不会太大 新贵的股票嘛 量不会太大 但是呢 你看看 在11月27号 突然间 大涨22% 谁买的 你去看他的筹码 去看券商的买钞 就是光和胡伟 这个胡伟邦 就在这里 你看一下子就买了 5000多张的一个 这个合润的股票 所以呢 我们就要今天 带您破解的 就是所谓的神秘券商 券商就叫这个 他在光和胡伟 你去开户 不是都会有一个券商吗 那光和胡伟 胡伟邦的一个大据点 就在这里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券商的秘密 每一个券商呢 这个券商 他操盘操得好不好 或者是有没有大户 在这个券商下单 如果被你抓到了 那个破解 这个券商 有一个大户在这里下单 大户真的很准耶 我们跟单比就好了吗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好 这些券商有分好多种 也跟我们散户很多种一样 跟思思有两种一样 没有开玩笑 好 他们有券商 各自不一样的特征跟特色 比如说 你看看 这个胡伟邦 他们叫做隔日冲券商 他们最喜欢隔日冲 今天买 明天就卖出 那胡伟邦 刚刚很多的据点 我们待会一一帮大家破解 还有这个元大 土城永宁 这也是非常知名的 隔日冲的券商 另外呢 还有一种 他不是隔日冲 他会买来做波段 叫高手券商 或者你可以讲 他说胜率很高的券商 高胜率 高报酬率 但是他可能股票会爆一阵子 非常知名的康和永和 大家叫他康永哥 对 康永哥 还有凯基赚钱 这些都是高手券商 他这个常常会赚很多钱的券商 还有一种叫地缘券商 就是他的分点 在那家公司附近 这叫做地缘券商 那我们就要开始来举例 要请钟玲来教大家怎么看 好 我们来先举例 胡伟邦隔日冲券商 那这档股票叫金店 我们来看 这个胡伟邦 他通常的买法就是 他隔日冲 所以我们来看量在这里 好 你看这个喷出去 这一根大长红K 然后果然他就买 但他隔日就冲掉 钟玲我好奇 他这样子今天买 隔天就卖掉 他有赚头吗 有赚头啊 因为他们不是要赚波段的钱 他们是要赚零头的钱 而且呢 而且如果说你去看这些 短线券商的话 你会发觉一件事 他们的牌 不是用来跟你跟的 你知道吗 不能跟对不对 不是说不能跟 而是 如果说这股票 它的线型筹码是OK的 比如说我们线型筹码 可能要搭配法人的买卖超 对不对 对 也就是如果说那天 法人买卖超 但是呢 你可以去看 如果说前几大买超的 全部都是这些短线课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隔天他会到处啊 也就是隔天 你不能一开盘就去追 一开盘就去追 你会怎么样 你会逗逃宰 借到他们什么 借到他们丢出来的股票 因为他就是隔日马上就到 你看看这个虎伟的量 就是涨这样 他前一天大买 隔天全部就倒出来 对不对 而且你要去说一件事 他们不是坐线的人 他们是追价的人 也就是说什么 今天如果说整理很久 发动低根 对不对 不好意思 他不是从平盘跟你拉拉拉拉 什么涨天板去 也不是耶 是你当天要够强 可能涨个5% 6% 7%左右 然后呢 他们的那个 我刚是不是说 他们有个跑 那个选股城市 对不对 他们选股城市 开始跑出来 他们大概就说 这股票好像不错 基本是OK的 那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去踢他一把 顺势把它拱上去 他们都做这种方式的 也就是 甚至于他们钱够多 他们敢去锁涨天板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如果说 追这种强势股 一般来说 隔天 就当天的晚报 或是隔天的早上 可能都会有新闻 是 所以呢 所以可能开高2% 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如果说 我的资金够大的话 我一年365天 200个交易日 对 我150个交易日 我有赚有赔打拼好了 我只要50个交易日 50个交易日 我有赚 赚2%就好了 我如果100亿呢 因为他们的部位非常大 所以他们不求 像我们小散户 想要赚一个涨停满 两个涨停满 三个涨停满 不用 他只要赚1%2% 对 他们差不多赚个2%3% 因为他们的那个 退用率其实很高 应该是差不多 一退12以上 一退11是赚大户 一退12 一退12以上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 手续费完全是没有的 甚至退用是退得很高的 所以他们赚的就是什么 就是每天2、3%那个价差 那2、3% 你对一个资金不会大的人 其实他们一买都 几千张这样在买 几千张在买 你现在算 如果说一档股票 我们抓5千万好了 你赚个2%是多少 赚2%可能就是 10%的话就500 对 一档股票就100 那100的话 我刚是不是说 一年赚个200个交易日 150天打平 赚50天对不对 100乘以50多少 就5000万啊 你这样每天 一来一去 我们就5000万 就起跳 我说的是一档股票 他每天交易的股票 他量是很大的 对 也不是说一天只交易这种股票 一天可能交易很多档股票 所以你这样算一算 那个一年是赚个几亿的 真的 所以钟宁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光和狐猬 你看这券商也是干嘛 光和狐猬 这一档叫做大义 然后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买法 那他通常买法 他有一个标准 他通常会在整理过后 凸起来的第一根 大量进去敲 整理过后那一根 不是他买的 他追的 他追的 对 就是你一定要表态 他才会去追 他不会说整理过后 来我去帮你做个线 他们不是做线的人 他们是追的人 所以可能他追的点 不可能在这个起涨点 不是 他们追在涨停板 他追在涨停板 对啦 然后你看他 全部都是追在涨停板 买这么多 然后呢 他隔天真的又开 跳空往上开 然后他就通通出掉了 对 跳空开他们就出掉 因为他们的出法是这样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五千张 假设买五千张 对 我开盘我就会开始丢 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部位 就通通倒掉了 对 就是没有 不会开盘先丢一半 那如果说他会再来 就看整个盘式嘛 如果说往上涨的话 就是慢慢丢 往下涨的话快快丢 就通通倒掉了 对 就是当天 所以我们来看 他的量就是这样 你看光合股委 前一天买这么多 隔天全部通通倒出来 而且他同一档股票 他会做好几次 你看这个也是 前一天买的 全部通倒掉 然后隔天呢 那刚好就是一个涨停板 对 做好几次原因是 他买那天一定是他强势 他不是坐线 我刚刚一直强调 他不是什么 我已经昨天晚上设计好 所以我要买这个股票 然后早上一开盘就开始买 买涨停板 不是 是你今天够强 强到我觉得说 好像蛮强的 应该有人在里面 那我也去插一下话好了 他们是这种 他们差不多是这种做法 他是追强势股的方法 好 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 是光合胡伟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叫做 元大的土城永宁 这个券商 这个券商也是非常知名的 隔日冲的券商 你看他的做法 其实跟胡伟邦非常类似 对不对 对 非常 基本上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 追强势掌停板 然后隔天全部通通都倒出来 对 就是市场上 叫他永宁哥 那其实业内基本上是叫他什么 叫他唐老鸭 为什么叫唐老鸭 顶嘎瓜 顶嘎瓜 对 就唐老鸭 大家都说唐老鸭 唐老鸭其实另外一个就是顶嘎瓜 很厉害 他股票基本上 很厉害 基本上他选的股票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 胡伟邦是隔天就出 对不对 永宁哥他不见得 那个永宁不见得 他如果说他觉得这张股票好 但是隔天 隔天如果说 你该都高都开不出来的话 他可能不会出 他会跟你凹一下 所以这个土城永宁哥 他会稍微凹单一下 对 他会凹单一下 好 这个是隔日冲 隔日冲 基本隔日冲 但有时候隔两日 隔三日不太一样 好 但这个我就好奇了 这个也是隔日冲的券商吗 他叫富邦建国 这个券商也很有名 这个不是海哥券商吗 海哥券商 海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户 对 海哥大户 而且海哥是专门做波段 做波段的 那其实大家比较熟知的 或是说市场上的讨论的 就是富邦建国嘛 对 宏远嘛 跟那个坎基信义嘛 但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像那个胡伟的部分 那个永宁那个部分 基本上他是跟外资 租的户头 好不好 所以他不太会动 那你看那个胡伟 跟那个什么嘉义班 以前我们讲什么 富邦F4对不对 对 是不是很多年了 很多年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 就是大家知道说 比如说我今天看筹码 胡伟的 明天 因为他们开告就会出 对不对 对 吃好 我明天还开告给你出 我可能 我手中有 我可能就直接开盘 我就丢掉了 因为我知道你要出嘛 对 你要出 那我出 我比你更早要出 所以一开始 他们是有赚到钱 那他们的操作手法 自从被 我记得好像被媒体揭露之后 被试破了之后 对 被试破之后 其实他们有一阵子 是不太好赚的 那不太好赚怎么办 换券商 就让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对 换券商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像今天 像我们刚刚看那个富邦建国 这个有可能是以前的护卫帮 没有 他以前是海哥的券商 那现在 现在为什么 他会变成有一些短线客在里面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护卫帮 我家一帮的资金 已经被试破了 那我就去 主力大户的券商开户 让你们以为 这个单是 主力大户买的 隔天来帮我抬 帮我开 卫庄 卫庄 所以现在很多都是违海鸽蛋 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刚刚钟林 都跟我们破解的 这叫隔日冲的券商 你就不要跟他蛋 危险 应该这么讲就是 不是说不跟他们蛋 而是你知道说 因为我们筹码是事后才看到 对 也就是你今天看到这个墙市 哇这骨片好强哦 一看 哇 胡伟邦呢 就今天胡伟邦 或者是很多短线客 因为短线客不只这几个 什么赵峰 陈宗 统一四零 大鼎 因为他们都追强的 所以你在看冲码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往往这些短线客 当天都会追 同一档强势股 对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因为他们不是做股票 他们是追股票的人 你够强我就追 大家都看到 大家都追嘛 对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 这档股票 今天很多短线客的时候 你隔天要不要去追它 不要 如果说你真的 基本面非常好 你说这基本面好好哦 我好喜欢它哦 不好意思 或者说等震荡个两三天 你要买再去买 我懂了 所以如果你买 你很想买的这档股票 你要这个分析它的筹码 如果都是短线客在里面的话 就等他们通出厂 你再来 对 对不对 你不要跟他们在那边货 另外一种 这应该比较容易跟单 待会请我们的筹码专家 帮我们来看看 这叫做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 它叫做这个波段常胜君的券商 叫做 我们刚刚怎么说它 说它很厉害的券商 顶呱呱很棒的券商 那个永宁啊 我们那个名字叫做什么 高手券商 高手券商 波段 它做波段的 然后常胜君 那最知名的 应该现在市场上 我们都叫康永哥 对 对 不是蔡康永 是这个康永哥 康和证券的永和这个券商 所以呢 康和永和 大家叫他康永哥 然后呢 你看康永哥的胜率呢 百分之七十 所以呢 真的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主力 就在这里 那当然呢 有非常多的波段常胜君的券商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 人家怎么做的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真厉害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康永哥 应该是去年的代表作 游戏股叫大雨姿 那我们来看他怎么个买法 康永哥的买法 他会一直买一直买 你看他会一直买 这个是他券商的一个进出 你看他很早就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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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然后呢 买上去 掉下来他还在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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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从他买的均价 我们去帮他算 从他买到他出 大概会有接近半年的时间 或更久 然后呢 他开始倒出来 全部卖掉 他的获利将近三亿元 所以呢 这个是康永哥的一个做法 他喜欢买很久的股票 对不对 应该这么讲啊 他是经纪人退下来的啦 这位康永哥是真有奇人 对 真的有这个奇人 他有名字 他以前是经纪人 那经纪人 经纪人跟一般的市场是不一样的 经纪人看什么 看EPS嘛 然后算本益比嘛 对 其实法人就是这样 他是算你那个成长 那个成长空间 然后EPS多少 然后去算合理的本益比 对 如果合理本益比没有到的话 就是合理 就是EPS乘上合理本益比 等于一个目标价 对不对 如果这个目标价没到的话 不好意思 他可能不会出的 所以他是很有耐心的 那当然是 我记得我们前几年 在做晚上的节目的时候 那个什么核心啊 对那时候那个 我记得好像彩晶 那时候都有标过一段嘛 也都是康永哥做的 都是康永哥 你看康永哥去年 还有一个代表做 叫做杨明光 然后呢 杨明光你看他也是买在这里 买在他几乎不动 那时候大家想说 康永哥买半天 怎么都不会涨 然后大家想说 康永哥是不是开始掉期了 结果呢 你看他一直买一直买 一直买 买到最后 这也是大概买了 三四个月的股票 不会动 对因为他经纪人 经纪人的错法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很相信 我自己看的 然后他手中这种类似的股票 就是他认为价值低贵股票 很多 他会一直买 对而且他不怕你跟 因为你根本 如果说你没耐心的话 不好意思你是抱不住的 你看这个 真的你看你看他一直买 你就想说我来跟 结果跟完之后还掉下来 对跟他掉下来 因为像你看 你看这个从这边开始买 买那么久然后开始发动 但是我说真的 如果说以我们自己在看的话 我如果这边看到他开始买 我开始跟的话 一直跟他这边 我说真的 像我们自己有在带 学员做操作的吗 学员可能跟我说 老师我 我的会期到了 股票怎么还没动 就等太久了对不对 这几乎半年了 对他不怕你跟的 而且他跟其他的大货不一样 像有的大货是 我这个就要买一买 下个另外的券商我都卖掉 就是对 我骗你嘛 因为我可以换券商卖掉嘛 他不会 因为他就是逮住你说什么 你没有耐心嘛 你跟啊 因为我不见得会拉 我是买股票 我不是拉股票的人 所以他就一直买 买到什么 买到后面 他开始认为发动 然后到一个合理仪的价位 他才卖掉 代表作杨明光 他赚了大约你看 七亿元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品安 这应该是今年的 今年他正在做 他买了 但他还没有卖掉 所以没有办法去算 他这档赚多少钱 但有啦 这个大致啦 我们算到现在 应该就是赚了五千万 我们来看他 这个买了七千张 他也是一样 在滴滴的时候 他就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好 然后呢 到现在为止 他账面上获利 大约是五千万 所以康永哥的一个牌 我们是可以跟 可以跟 但是 但是他会多久 不知道 你要有耐心 如果说你真的没耐心 比如说涨了五毛一块 你就很想出 赶快获利入代的 你没有办法跟他的股票 因为他的股票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才会到 你要有半点以上的耐心 你才去做他的股票 我们回来看这一档 这一档非常有意思 这叫大宇之 康永哥当初一直买的时候 很多人跟他 单单跟到最后 没耐心出 然后就认亏 然后等到你看 康永哥要开始出的时候 大家一直买 三户狂追 而且你看 他这种买法 他这种股票掉下来 你看三根黑 你出不出 又回到原点 下歪赶快去 买上去 拉上去好高兴 又回到原点了 其实这个一般散户 早就出光了 对 但是他还继续买 对 所以你要耐 而且你看那个波动 这个波动是二三十块的波动 对 所以很恐怖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叫做高手券商 他很会赚钱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的单 但是你要有耐心来跟他 那还有一种叫做地缘券商 就是这家公司 他周遭的一些券商 有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好 我们来看这家券商 这个叫做统一内湖 然后他跟一家公司上利 3360的上利 你看走路只要七分钟 所以这种叫做 所谓的地缘券商 然后我们来看到 这个上利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好 上利 你看在2014年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 叫上利打进了苹果供应面 这是一个好消息 凭概股对不对 但是人家凡事总有人早知道 所以你看看他的地缘券商 统一内湖 在这个新闻 箭报之前 就已经有人知道 已经开始买了 买了大概一千多张 等到新闻箭报之后 你看股价果然就是喷出去 然后当初这个统一内湖券商 买的大约让他赚到了一千万元 所以你回头去看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追踪到 他的地缘券商 因为你可以查基本资料 查那家公司在哪里 总统是在哪里 然后呢 附近的就叫做地缘券商 应该这么讲 就是因为像这个应该是 软体程式跑的嘛 对 而且软体程式跑的时候 有时候像你在看那个 每天的捐商进出的时候 买几个比较大的 如果说是外资的话 带什么什么 什么摩根斯兰利啊 瑞宜 那个都很正常的 对 但如果说你看到一些 比较奇怪的 然后买很多 很奇怪的 你可能就要稍微点一下 去看一下 看他在哪里 然后再看一下公司在哪里 对 甚至于说什么 比如说公司有在买 什么库藏股的时候 对 像这个 你就看到底是谁 在买库藏股 就知道这个 哪个捐商是公司 就知道了 哦 有道理 你看像这个是金元 金元曾经要执行库藏股 然后呢 大家就找到了 你看离他不远的地方 叫这个金顶坛子 那这个是在台中嘛 对不对 对 那你看离他的这个公司不远 然后呢 后来就发现 果然他真的有买库藏股 没骗你哦 你看就在这个地方 买了非常多的库藏股 然后这个总数加起来 就是他当初承诺的 要买三千张 嗯 对 所以这样的地缘券商 是我们可以跟单的吗 还是只是拿来做参考 地缘券商 基本上我认为是可以跟的 嗯 对 我认为可以跟 比如说那个最近有一次 最近LED很夯 对 那LED除了今年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百宏嘛 嗯 其实你看百宏 那个他在库藏股的时候 那个券商啊 就他一定是公司的嘛 你看买多少 一直买 沿路整个买上来 所以像这种地缘券商 就地缘券商 一直是公司嘛 对 那公司 那我请问你 谁会比公司更了解公司 公司的人啊 对 应该是公司的人 最了解公司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公司在上班 他在台中上班 他会跑到台北去开户嘛 不会 不太可能嘛 对 所以呢 所以一般来说地缘券商 我认为是可以观察的 甚至像那个之前 最近 之前不是那个全新在涨 对不对 对 全新在 不是在桃园吗 你去看那个券商 那个就是桃园 什么都来到去 对啊 所以以前还有人讲说 那个统一的股价 你要看台南的券商 有没有进来买 对啊 甚至说像那个 可乘做饥渴的啊 对 看什么 看台南的啊 很烫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那公司总公司在哪里 附近的券商开始 慢慢吃货吃货的时候 哦 肯定是有公司的人 知道些什么 已经开始买 好 那这下来你要问我了 那这些券商的资料 我要去哪里查 有一些免费的地方 可以教大家查 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 我们从原大证券的 网站抓下来 但其实 任何一个券商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 网站资料 你可以查 每个这样都有 免费的 所以呢 像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康河永和 这个康河 康永哥 然后呢 你要查 你就可以到这样的 一个页面 然后去查 券商进出排行 然后呢 你就点点点 找到康河 然后这个你要再点点点点点 找到永和 然后跳出来 你看就会变成这样子 你就会这个券商 他买了这样的一些股票 然后你就可以从 这些股票当中去筛选 那所以钟灵 我们这要怎么看 你就是看那个 他买最多的是不是 基本上他买最多 然后呢 他连续在买的 连续在买 就是被他锁定的标底 甚至你可以就认为说 是价值低估 那当然 是不是马上涨 要看运气 要看运气 运气如果不好的话 可能就爆长一点 但是如果说 他持续在买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 总有一天他会涨 好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可以让你查 这个券商 到底是不是高手券商的 一个网站 那这也是一个免费网站 叫做Highstock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挑一个 这个时间点 这个比如说我们挑这个区间 叫三个月 然后呢 三个月当中呢 你就去查 券商的分点绩效 就是这个券商 到底有没有赚钱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 康永哥呢 你看他的绩效 在三个月内呢 你看他的绩效呢 就已经赚了 大概有这个 百分之二点二九 然后另外呢 你看这个 富邦基隆也很厉害 你看他的绩效 有百分之七点二九 所以呢 像这样 你就可以去查 那个券商 他的一个这个 基本的绩效如何 就是那个厉害 那个主力站 这厉不厉害 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那最后可不可以 请终于帮我们总结一下 那像这样的一个 券商的筹码 以你实际 你是筹码专家 看这么久来 真的可以稍微跟单 对不对 基本上是可以跟 我们先讲那个 波段的好了 因为我相信短线客 像那个跟什么 胡伟帮什么的 那个一般散户做不来的 甚至于 你今天看到 他就明天要出了嘛 对 要明天要出怎么办 你要不就放空 对 对 因为我总理是这样做的 有道理 你可以跟他对着干嘛 因为拉上去 就是他要出嘛 反正就是他今天买 他一定要隔天一定要出 隔天要出 那拉上去他会干嘛 他会到嘛 他要到的话 那你就空他好了 短线上你可以 短线上你可以空 是 但是因为他们做的 都是强势股 因为我刚讲 他们不是坐线的 他们是追的人 对 所以一定是够强才会追 但是呢 短线上如果筹码稍微乱的话 会整理一下 所以呢 所以你不要隔天 马上追进去 你可以等个两三天 就是收链乖离 比如说实线跟上来 你那个地方再买再买 可能会稍微安全一点 不然如果说 你是个性比较急的话 短线上你会被写哇哇叫 那像康永的话 才是做波段 那波段的其实 我说真的啦 它是巴菲特的操作方法 如果说你是巴菲特的做法的话 其实他的股票 你是可以参考的 那如果说你是没耐心的话 其实我认为还是一样 就是照法人 短线上 如果说你是短线上的话 其实你照法人的进出 可能短线上会比较 效益一点点 是 所以呢 今天我们跟大家 跟钟离一块 跟大家介绍的是 神秘券商 那当然你可以去开发出 你觉得哪一个券商的主力 很适合你操作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找到 你的神秘券商 然后就稍微跟单跟单 那希望呢 我们可以跟在这个 券商 非常厉害券商的旁边 然后我们多多少少 也多赚点钱 好 那么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么谢谢钟离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